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今天我跟Elly討論的結果 那其實前提到剛才早上的時候Elly就有提過 那其實就是現在香港人在台灣他們有工作方面的需求 但政府的方面沒有提供很多的協助 但其實像生活啊或是一些人道聚員的方面 有一些的教會跟一些的民間組織已經有在執行了 所以我們覺得工作需求是我們可以切入的一個點 然後我們想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 因為現在早上可能沒有講得到非常清楚 就是說有一些香港人他們來台灣的狀況 不是不一定是每個人都念完大學 有些人可能是正在讀大學過程中 或是他甚至是更小就國中高中 那因為有一些的政治因素就先來台灣 那他們可能有些人是需要去就學 或是有些人就已經決定要工作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幫他找一些工作機會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事情是 今天其實我們也是第一天開始討論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能夠架設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除了簡單的說明我們的訴求之外 我們會希望能夠讓他們填入他們的聯絡方式 例如上Telegram就是比較有加密的聯絡方式 能夠讓我們聯絡到這些人 知道他想要找哪方面的工作 或是說他在找工作的時候有哪一些的需求 然後有一些公司如果他們是確定 這間公司是願意提供協助的話 那可以讓我們來跟這間公司聯絡 那我們會希望是說這間公司它是到比較高階 就是像老闆或是董事會都已經同意能夠提供這樣的協助 或是說公司的某一個人他想要幫忙轉交這些履歷 但可能這些履歷轉交過去以後 公司會覺得說要幫這些香港人辦工作簽證很麻煩 或是他們沒辦法提供高於四萬八的薪水 那這些香港人就沒有辦法在台灣獲得合法的工作簽證 所以我們會希望先幫他綠掉這一塊 減少他就是白花時間的可能性 對 然後目前可以想到我們會聯絡的方式 就是像保護產餐廳跟這個新火同盟 我們有認識裡面的人 所以就是可以聯絡 那裡面現在都有很多我們剛才上述提到的這些香港人 那我們會先對他們做一些訪談 了解說他們現在在台灣在找工作的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協助的地方 舉例來說可能他們的中文講的沒有這麼好 他們可能很擅長英文面試或是廣東話面試 那他們不清楚台灣的面試的流程要怎麼走 或是說不清楚台灣的哪一些求職網站要怎麼使用 或是說不太清楚要怎麼跟台灣的老闆談薪水啊 或是相關的問題 這可能是我們在台灣找工作 大家會很習以為常的 但我相信會有一些他們想要協助的地方 是我們根本想不到的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希望說能夠找到願意提供工作機會的公司 或是聯絡的管道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確定跟這些公司的人資還有老闆都有談過 或是說這個人資的信箱是由這些香港人他可以直接寄他的履歷過去 然後這個人資他是確定會特別看一下這份的履歷是有沒有符合他們需求 然後盡量讓他們能夠進到面試的環節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會確保說這一個公司他的資料是不會在網站上做直接的露出 因為可能有些公司他們會考慮說他們不想被貼上 例如說支持港獨或是支持台獨的這些標籤 然後工作的機會就會是一個比較大範圍的描述 例如說是某一間的區塊鏈公司提供了一個行銷的職位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主要今天要做 也是希望跟大家協助的部分就是我們會整理一下一個Google表單 然後會是一個訪團的需求 因為我們人力就是目前就兩個人 所以希望大家去如果真的身邊有這樣需求的香港人的話 去真實的了解一下他們在找工作方面到底是有哪一些的需求 然後我們再針對這些需求再來製作這個網站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找的人其實我們會希望說先把這個interview在一個月內收集起來了以後 我們再決定下一步 對 就是例如說是哪一些公司 或是說主要聯絡的管道 哪一些方式 對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那個slack的頻道 那大家就是有興趣就可以加進來 然後我們應該也會在general post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направium 謝謝 謝謝 來